皇帝的猜忌却如一柄悬在头顶的利剑,随时可能落下,唐朝开国的八大功臣在刀光剑影中为大唐奠定了基础,这八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开国重臣,结局却出人意料的相似,李渊斩杀三人,李世民斩杀四人,最后一位又是怎样的命运,每一个名字背后都隐藏着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。 他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纵横历史现实,品评时代人物,欢迎订阅管陶解读。 从瓦岗到唐国的崛起,隋朝末年,天下大乱,群雄兵器,各方势力争夺天下,瓦岗寨。 作为隋末农民起义的重要据点,成为了无数英雄的摇篮,刘文靖便是其中之一,他自有聪颖,好学不倦,尤其擅长兵法与政治,正因为如此, 他年纪轻轻便展露头角,在隋朝的动荡岁月里迅速成为了朝中的新兴。 隋大业九年,六百一十三年,刘文靖参与了瓦岗寨的起义,隋同众多将领一道,揭竿而起。 在那片战火纷飞的土地上,刘文靖的才能和智慧得到了极大的发挥,他成为了众多异军中不可忽视的一员。 当隋朝日渐走向崩溃,刘文靖遇到了命中的关键人物,李渊。 李渊当时还未崛起,但他看中了刘文靖的才华,二人一拍结合,刘文靖果断投靠李渊,为其出谋划策,成为了李渊阵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。 619年,刘文靖正式成为李渊的谋臣,此时的刘文靖躊躇满志,他坚信大唐的未来由他一手缔造。 然而,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三年之后,功成名就的刘文靖却在权力的斗争中倒下。 唐朝武德四年,621年,李渊因猜忌刘文靖功高盖主,最终听信裴继的谗言,将刘文靖处死。 这位曾为李唐江山打下坚实基础的功臣,最终因政治斗争的漩涡葬送了自己的生命,他的死不仅代表了一位将领的陨落,更预示了唐朝政权中权力与猜忌的阴影开始蔓延。 刘文靖的命运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那段充满血雨腥风的历史,他从瓦岗寨的战事走向唐朝的谋臣,短短几年的光辉岁月,却被卷入了无情的历史洪流中,功高盖主。 刘文靖,与刘文靖相似的命运,也降临在了看龙和杜芙威身上,看龙出身不凡,他是一位体魄魁梧,力大无穷的将军,他从小便在战火中成长,练就了一身高超的武艺。 看龙尤善使用大刀,战场上的他如同猛虎下山,锐不可当,李渊早就注意到了这位英勇的战将,并给予了他重用的机会,看龙在随后的战役中屡见战功,特别是在唐军与敌军的激烈交锋中, 他以勇猛和谋略著称,随着看龙在军中的威望日益增长。 李渊开始对他产生疑虑,武德三年,六百二十年,看龙的养父遭到叛乱者的陷害,看龙也被诬陷为同谋,尽管看龙为唐朝立下了无数汉马功劳,李渊并未给予他任何机会澄清自己,李渊的猜忌之心已然根深蒂固,最终在没有详细调查的情况下,看龙惨遭处决, 他的死不仅让唐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将领,也让朝廷内部的猜忌愈发加深,而与看龙有着相似命运的杜芙威,更是唐朝开国初期的重要功臣, 他早年在江淮地区自立为王,拥兵自重,是随莫群雄中的一大势力。 李渊看中了他的实力,亲自招揽他投靠唐军,杜芙威是个有远见的将领,他明白唐朝的前景,于是投降李唐,在随后的战争中,杜芙威帮助李渊平定江南,屡次取得重大胜利,杜芙威的出身和独立的势力始终让李渊心存疑虑,尽管杜芙威一心效忠,但他并不善于政治谋划,也缺乏讨好权贵的手段。 武德五年,六百二十二年,杜芙威卷入了一场宫廷斗争,李渊听信谗言,认为他有谋反之心,最终将其处死,杜芙威的死再次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,在权力的游戏中。 忠诚与功绩往往敌不过猜忌和政治的算计,随着杜芙威的倒下,唐朝的政坛再一次陷入了人心惶惶的境地,杜芙威的悲剧反映了唐初的政治环境有多么不稳定, 功臣们的命运如同悬在刀尖上,一旦失去了帝王的信任,便在无生路,生死交锋与猜忌加剧,同样遭到李世民猜忌的还有张亮。 张亮作为零延阁二十四功臣之一,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,深受李世民器重,早年的张亮是李世民麾下的得力战将,跟随李世民征战四方,无论是平定突厥还是镇压内乱。 张亮都以智勇双权闻名,他曾在玄武门之变中出谋划策,帮助李世民夺得皇位,对于这样一位功骨之臣,李世民自然是其为心腹之人,张亮晚年的行为却逐渐偏离了正轨,在长期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厮杀中,他开始对术士和神秘的超自然力量产生浓厚兴趣,张亮晚年沉迷于术士的谗言, 深信自己能够通过法术来控制命运,甚至听信术士的建议收养了五百名义子,并试图通过这些义子进行某种巫术仪式,此事引发了朝廷的广泛关注,而李世民对此尤为警惕。 贞观是八年、六百四十四年,张亮的行为引发了李世民的猜忌,随着张亮在朝中的地位逐渐稳固,李世民开始怀疑这位昔日的战友是否对皇权心存不轨, 有人告发张亮企图谋反,李世民立即下令对他进行严厉调查。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中,张亮被迅速定罪,随即被处斩,曾经的战功与信任在李世民的猜忌面前变得不值一提,张亮的命运令人感叹,他本是唐初的功臣,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逐渐脱离了政治的中心,被权力的诱惑所迷惑,最终走向了不归路,张亮的死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, 更反映了唐初政坛中对权力的恐惧与猜忌,对于李世民而言,无论多么亲密的功臣,一旦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,便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清除侯军吉的背叛与李军县的冤死。 如果说张亮的死是因为自己迷信术士而自取灭亡,那么侯军吉的结局则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,侯军吉在唐朝开国过程中也是屡历战功,尤其是在平定高昌国的战役中,他表现得尤为出色,是唐朝对外扩张的中流砥柱之一。 李世民对侯军吉非常信任,将其派往边疆镇守并授予高位。 侯军吉的功绩和日渐膨胀的野心最终让他成为了李世民清洗的目标,并非一开始就有反叛之心,甚至在李世民初期的统治下,他一度被视为唐朝的重要支柱。 随着他在边疆的势力逐渐扩大,他开始心怀不满,尤其是在贞观十四年、六百四十年,因贪腐问题被短暂流放后,侯军吉对李世民心生怨恨。 这段时间,他与太子李成前私下密谋,企图发动政变,推翻李世民,这场阴谋被迅速揭穿,李世民随即下令将侯军吉处死,家族也因此遭到连坐。 侯军吉的命运就此终结,与侯军吉的背叛不同,李军县的死更像是冤屈, 李军县原本并非唐朝开国元勋,但由于在唐初的多次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,他也跻身功臣行列。 李世民对他本来十分器重,甚至将他安置在都城重镇玄武门周围,赋予重任,然而正是在李军县镇守玄武门期间,关于五代李星的谶语开始在民间流传,暗示唐李皇朝将被五姓女子取代,李军县因为名字中代县字,再加上他的封号和籍贯都被认为应验了谶语, 被诬陷为未来反叛的象征,贞观是七年,六百四十三年,李世民在惶恐中下令将李军县处斩,虽然李军县并无实际反叛的行为,但趁雨的力量和李世民对武士兴起的恐惧,让他无法容忍任何可能的威胁。 最终,这位曾为唐朝立下汉马功劳的将领,以莫须有的罪名走向了刑场,薛万彻的终局与开国功臣的宿命,最后一位唐朝开国八大功臣中幸存下来的是薛万彻,薛万彻在隋朝末年便已是著名的猛将,后来投奔唐朝成为了李军,李世民的重要战将之一。 他在对突厥的战争中立下了卓越功劳,甚至被李世民安排迎娶了唐朝宗室的丹阳公主,薛万彻并未因此拥有太平的晚年,尽管他一度被认为是李世民的得力干将,但玄武门之变中他曾经支持李建成,这一点始终让李世民对他心存戒备,薛万彻虽然在玄武门事变后幸存并得到重用,但随着李世民的统治稳固,他的日子也开始变得艰难。 李世民去世后,薛万彻卷入了李治时期的政治斗争中,他曾支持李世民的弟弟李元景登上皇位,然而这一举动激怒了唐高宗李治。 唐高宗立即以谋反的罪名将薛万彻下语,最终将其处死,薛万彻的死标志着唐朝开国八大功臣全部陨落,作为唐朝建立初期的英雄,他们曾为这个朝代的崛起和壮大贡献了自己的鲜血与智慧。 在这个权力至上的时代,任何功劳最终都可能被政治斗争所吞噬,薛万彻的命运让人不禁联想到古人所言,飞鸟进,梁工藏,狡兔死,走狗烹。 这些功臣们的命运,如同被风吹散的沙尘,虽曾辉煌,却难逃宿命的清算,唐朝开国八大功臣曾在战场上浴血奋战。 被大唐江山的奠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,然而,历史却证明,无论是多么忠诚的功臣,在权力的漩涡中都难逃被清算的命运。 从刘文靖到薛万彻,八位将领的结局让人不禁扼腕叹息,他们的命运不仅反映了唐出政权的动荡与权力的不稳定,更展示了皇帝对功臣的猜忌与不信任。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